Mabel来回答 如果在不太正式的场合 也可以用moi C 下面我们要了解的是 法语中的否定形式 ne ba ne ba放在动词的前后 也就是说 ne放在动词的前面 ba放在动词的后面 起到一个否定作用 它的意思就是不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ne如果碰到原音字母开头的动词 或者哑音R式开头的动词 这个ne要省音 变成n加成一个省音符 例如 s ne ba un homo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不是一本小说 s ne son ba des says 它的意思是 这些不是语字 在日常生活的口语里面 这个ne ba的否定形式中的 ne经常是被省略掉的 也就是说 只剩下一个ba 放在动词后面 来表示否定 例如 je ba se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不饿 当然 我们也可以说 je ne ba sen 意思同样是我不饿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一刻我们还要掌握一个重要的语法 叫做贯词 贯词在法语里面 应该使用在名词的前面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名词前面都需要加贯词 那么法语中常用的贯词 有不定贯词和定贯词两种 不定贯词的阳性单数形式是m 阴性单数形式 y呢 而贯数形式 无论阴阳性都用d 定贯词的阳性单数形式 用l 阴性单数形式是la 贯数的部分阴阳性都用la 那么要注意的是 l la 这两个定贯词 碰到原音字母开头 或者哑音二十开头的名词 还是要省音 贯词很重要的一点 在于无论是定贯词 还是不定贯词 都必须跟后面 它所限定的这个名词 性数配合 也就是说 名词是阳性的 贯词也用阳性 名词是阴性的 贯词也用阴性 名词如果是负数的 那么贯词也应该相应的 变成负数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种 不定贯词和定贯词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情况下 不定贯词用在 泛指的名词前面 而定贯词用在 贯词的名词前面 贯词和贯词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贯词的意思就是 某一个名词 这个概念 这个东西 说话的双方都知道 说的是哪一个 这种情况下 就叫做贯词 如果只有说话的人知道 而听的人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就属于贯词了 那么具体的说 在法语里面 如果是上文 曾经提到过的名词 下文再次提到 一般就属于确词 除此之外 如果名词后面 有一些限定 补充的成分 它往往也是确词的 还有 如果这个名词 是世界上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东西 也只能属于确词 例如 La Chine La France 我们以前学过的 中国和法国 这两个名词 一定是确词的 因为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 也只有一个法国 我们这刻还需要掌握的 一条语法内容 叫做 逐语人称代词 逐语人称代词 顾名思义 它的意思就是 在一句话中 应该当作逐语使用的代词 逐语人称代词形式 第一人称单数 用R R就是我的意思 第二人称单数 是D D就是你的意思 第三人称单数 要注意 分阴性和阳性 两种形式 阳性是E了 E了就是男的他 而阴性是爱了 爱了就是女的他 刚才我们介绍的 是逐语人称代词的 单数的三个人称 而复数的人称里面 第一人称复数 是N 也就是我们 第二人称复数 是V V在法语里面 有两种含义 有可能是你们 也有可能是您 而第三人称复数 同样是分阴性的 阴性复数 E了 也就是男的他们 第三人称阴性复数 用E了 E了就是女的他们 那么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学过的 这八个代词 叫做逐语人称代词 也就是说 他们在一句话里面 一定是做逐语使用的 下面一个语法点 仍然是跟代词有关的 叫做中读人称代词 中读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单数 是mo mo 其实还是我的意思 跟我们刚才学的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用法不一样 第二人称单数是 dua dua的意思还是你 跟我们刚才学过的 du是同意的 第三人称单数 有阴性和阳性 两种形式 阳性形式是 lu 阴性形式是 l 而负数的三个人称之中 第一人称负数 是no no的意思是 我们 第二人称负数是 vu vu的意思是 你们或者是您 第三人称负数 仍然是分阴性和阳性 阳性形式是 e 他们 阴性形式是 l 这是女的他们 那么中读人称代词 跟逐语人称代词 它的含义往往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 je和mo du和dua 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种代词的用途 完全不一样 逐语人称代词 在一句话里面 只能做逐语使用 而中读人称代词 有几种不同的用法 例如 出现在介词后面的代词 一定要用中读人称代词 我们以前学过的 介词 bo和avec she 后面只能加 中读人称代词 bo和mo プ Caroline 恋 非常 胃 蓝 感谢观看